7月22日白宫宣布将提供新的资金以扩大新冠检测 并且帮助地方推广疫苗接种 鉴于许多农村地区的疫苗接种率较低 而地方卫生诊所可以成为可靠的疫苗信息来源 拜登政府宣布向农村卫生诊所拨款大约1亿元 用于开展疫苗推广工作 卫生部长贝塞拉在白宫新冠应对小组简报会上表示 这笔资金将为农村社区值得信赖的信誓提供所需的工具 向患者提供必要的资讯 以说明新冠疫苗可以如何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此外拜登政府还宣布拨款16亿元 支持在监狱、游民收容所、家庭暴力收容所 和其他集会场所进行新冠检测 白宫新冠应对小组协调员齐恩次表示 这些资源将帮助地方卫生官员和社区 在潜在的疫情发生前进行识别 防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这些资金来源于国会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 尽管德尔塔变种的迅速蔓延使全美各地病例激增 白宫仍然强调接种疫苗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 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是让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 齐恩次表示 我们对未接种疫苗人群中的病例增加感到担忧 目前威胁主要是针对未接种疫苗的人群 美国目前平均每天新增3.8万例病例 但是仍然远低于今年年初时的峰值 当时每天新增病例超过25万例